Hello 我是蘋果爹 上次分享如何轉移iPhone檔案的影片時 發現很多人都有同樣一個困擾 就是不管在iCloud或是電腦備份上容量都不足夠 iCloud加大容量需要多付月費 而且一直付下去好像沒完沒了 電腦本身在備份完iPhone之後容量也不夠用 然後我還發現一個最糟糕的現象 很多人根本連電腦本身也沒有在備份 其實備份這件事情有時候連我自己也是會懶得做 如果你忘記備份平常好好的可能沒感覺 但是只要一次運氣不好絕對讓你非常後悔 有很多人就算是會備份 但習慣可能也和我先前一樣 有一個外接硬碟 但是如果你問他上次備份到外接硬碟是什麼時候 我自己是上個月 所以我只在找一個能解決我這個問題的方案 一個能讓我備份我的電腦所有的資料 還能備份甚至同步我手機上的照片還有影片檔 又能讓我隨時連接我的Mac做時光機備份 和一些儲存一些舊的影片檔 最重要的是一切要非常的簡化 不用讓我需要去找出硬碟 插線拔線 然後要等幾個小時去備份檔案 這樣的結果就是我會懶得做 然後又惡性循環的不備份 今天要講的方案就是NAS 不知道是什麼的人我就大概講解一下 NAS 就是網路儲存裝置 大致你可以把它想像為一個 放在你家裡的雲端硬碟 不管你在世界哪裡 只要能連上網路後都能存去 然後因為是自己架設的雲端 資料的安全隱私當然是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有很大的自由來選擇 怎麼配置使用裡面的儲存空間 舉例說我的NAS裡面 硬碟總共可以用的使用空間是4TB 我就可以分成1.5TB來鑽做我Mac的時光機備份 1TB來做其他的檔案儲存 剩下1.5TB做我和家人的手機照片備份 以後要再調整也都可以 一切的使用方式都很自由 而且不會有像跨系統iCloud就不相容的問題 你以後要更多的容量都可以自己升級 換個硬碟就好 不像你買市面上很多的雲端硬碟 但卻不能自由的應用裡面的空間 升級方案也是被牽著鼻子走 還要擔心隱私外泄等等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 就是Signology 的 DS220 Plus 是今年推出不久的新產品 我要跳進來之前也是做了一堆研究 然後在NAS廠牌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Signology了吧 網路上一堆3C啊 NAS達人也都是推薦這一家 除了穩定之外 整個軟體介面也是非常的簡單使用 對 Mac OS 還有 iOS 也是完全的支援 相信這點對國粉來說都很重要 選這台 DS220 Plus 第一原因是因為有兩個硬碟槽 這樣我就能放入兩個硬碟做 Raid 1 進向備份 意思就是一顆硬碟去備份另一顆 這樣在資料的保全上就更有保障 選 Plus 等級是因為不論讀寫或是在執行密集運算作業的效能更強 我的工作的影片都是4K解析度 原始檔更是龐大 加上我也有很多就電影想丟進去 也想連上我的 Apple TV 觀看 所以讀寫效能強對我而言就是很必須 現在就來簡單開箱一下 然後看看怎麼把這台 NAS 裝起來吧 快速的來開箱一下 可以看到裡面有電源線和兩條網路線 打開後可以看到這邊插入硬碟的結構完全都不用螺絲 硬碟建議是使用 NAS 的專用碟 因為 NAS 是24 小時開著運作的 這種專門的硬碟在穩定性上更有保障 整個安裝硬碟的過程真的是非常簡單 裝好後插上電源 連網路線是你的無線分享器 再按下開機 硬碟的安裝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就是回到你的電腦上 先確定連到同樣的無線網路 打開網頁後輸入以下網址 就會看到剛裝好的 NAS 進行連線 安裝 Disk Station Manager 然後就會有兩個帳號設置的部分 一個就是這台 NAS 的管理者 再來就是 Quick Connect 的帳號 設定完之後會出現一個網址 可以把它拖曳到桌面 這樣將來就可以方便的進入管理你的 NAS 點進去後就會看到一個像一般電腦桌面的畫面 整個介面很容易上手 我先來設置硬碟 因為我這邊是要用兩個硬碟做 RAID 1 鏡像備份 就先到主選單裡的儲存空間管理員 然後到集儲存區裡選新增 選擇較高的彈性 RAID 類型選 RAID 1 然後下一步 到最後套用 這步驟完成之後 到儲存空間 然後新增 然後跟著我的步驟 我都是用預設好的選項 到最後套用就完成了 這邊都設置好之後 硬碟也會需要一段時間來做準備 當然你也可以開始利用這段時間來做一些配件下載和時光機的設定 設置時光機步驟非常簡單 到File Station 中 新增一個共用資料夾 名稱我就用時光機 再來可以選擇空間配額 我電腦硬碟一般使用約300-500GB 所以我設置3-5倍的空間配額 1500GB 然後選擇套用 再來到控制中心中的檔案服務裡面 選啟動SMB服務 下面會看到一個SMB開頭的網址 這個部分可以先記起來 等等會用到 然後到進階設定中 在Bonjour的下面選擇啟動Bonjour服務探索 再點選啟動SMB進行Bonjour Time Machine廣播 之後再點選 設定Time Machine資料夾 勾選剛剛設定好的共用資料夾 套用和確定後就好了 再來就是要到你的Mac上面 先連接到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到Finder中 上面的工具列的前往 選 連接伺服器 輸入剛剛在檔案服務下 記起來的那一串位置 選連線之後就會要你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這邊要輸入的是你NAS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再按連線 選擇剛剛時光機的檔案夾 這樣就連上了 再來去系統偏好設定中 選時光機 到選擇磁碟的地方 選擇剛剛連上線的檔案夾 然後輸入你NAS的使用者上號和密碼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設置的好處就是 直接把一個時光機檔案夾 設為網路硬碟 然後隨時在背景做備份 省去插上硬碟做備份的等待時間 就不用怕因為懶而沒有做到電腦備份 Synology 的套件中心裡面 還有很多值得推薦的軟體套件 以下來推薦我三個正在使用的 Moments Synology Drive 和Video Station 先在套件中心中下載好 再到App Store裡面也下載 如果你要在iPhone上使用啊 或是Apple TV 或是你的iPad 就到那些App Store去下載好 經過一些簡單的設定和登入就能使用了 先來講講Moments 介面就像iPhone的Photo 和Google Photo App 一般使用者都能直接上手 透過設定也能及時備份手機照片 如果手機容量有限也不用擔心 分享檔案也是很方便 也不用擔心像Google Photo一樣 照片畫質會被壓縮 功能上也是能取代公有雲端相簿 還不用擔心照片外洩的問題 再來講講Synology Drive 我自己在檔案整理上面 就比較習慣用這樣的檔案夾介面 就像我們所習慣的Google Drive 還有iCloud Drive一樣 可以看到檔案夾 並自行進行檔案管理 很多我工作用的案子完結後的檔案 和不常用或太佔空間的其他檔案 我都可以放進來 來節省我的電腦空間 還可以分享連結給別人 使用上完全可以取代公有雲 但同樣的又兼顧了隱私 再來講講Video Station 有用過Plex的人應該都會很喜歡這個 它有相對應的手機App 叫做DS Video 在Apple TV上也是有 基本上就很像Plex 你可以把NAS當作你的影音伺服器 那如果你有什麼電影或電視劇丟進去後 它會直接把電影海報啊 字幕啊 電影相關的資料什麼都會自動幫你整理好 以我平常使用的Apple TV為例 整個介面就像是Apple TV原生的一樣 那你的影片可以串流至Apple TV Google Chromecast 跟DLAN的裝置等等 你可以透過電視享受大螢幕觀看 然後也可以透過手機啊 平板等裝置觀看 然後切換裝置使用 還會記錄上一次看到的地方 就像Netflix一樣方便 其實NAS還有很多更強大的功能 像是CloudSync可以連結公有云 幫你重要資料多備份 然後VPN Surfer可以設置自己的VPN伺服器 還有非常多可以讓我慢慢的去摸索 先前因為害怕NAS使用上會有難度 而一直遲遲沒有下手 現在使用後就覺得應該早一點跳進來 能省下不少錢和先前懶得備份所碰到的麻煩 Synology 在介面設計和軟體上真的是還蠻強大的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不同等級的NAS可以供選擇 像是以我來說 等將來工作儲存量更大之後 我就可以買另一台更多硬碟槽的NAS工作使用 你也可以依你自己的需求去挑選 他們網站有NAS選擇器 很人性化的引導你選擇最適合的機種 還有各種功能啊 還有教學資源可以讓你學著做 在價格方面 這台DS220PLUS 網站上的價格為9999元 假設搭配兩顆2TB NAS用硬碟 大概5000元左右 整套配置下來大概15000元 如果以5年為期的話 我買2TB的iCloud一個月300元 5年的話就要18000元 長遠看來的話用NAS確實會比較划算 而且不用一直付月費 所有的功能集結起來也比公有雲強大許多 用目前使用到的來說 一台NAS等於有了 iCloud Google Photos 時光機 外接硬碟 多媒體資料中心等 然後也不用擔心隱私外洩的疑慮 加上橫跨不同系統都相容的優點 使用很多之外還多了很多自主性 NAS雖然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但是我還是很高興能找到這個解決方案 希望這支影片能幫助到大家 不管你是在備份空間上 或是在儲存空間上有碰到相同的困擾 或是你覺得上述的功能能解決你一些問題 都很推薦來使用NAS 有任何問題或是想分享您的使用方式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相信有很多人能分享更多的經驗給大家 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按個讚讓我知道 也希望您能訂閱和分享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